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个绝对的大美女啊 因为她呢 这个语言好 唱歌好 跳舞好 绝对属于你喜欢的那一款 不会是专门为我请来的吧 哎呀 那你就考虑吧 来 我们上次的掌声 请听听听的嘉宾安泽 安泽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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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从哪里来 从拉脱维亚来 从原方来 拉脱维亚 对 是来中国很多很多年来 中国长大的吗 也不是 现在在中国已经待了五年 五年 哦 五年啊 就五年就把我们中国话说得这么好听 还好吧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该学习的 我觉得学中文是一辈子都不够 哦 就是中文比如说那些成语啊那些男的东西你都能听懂吗 有一些能听懂有一些听不懂 比如说一见钟情什么意思 一见钟情我知道 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初次我们今天初次见面了嘛 然后我就觉得一见钟情喜欢上游标对吧 你说的是真话吗 我喜欢上游标 你觉得呢 哦 一见钟情你知道 三心二意什么意思 三心二意应该跟一心一意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是相反的吧 对对对 相反的 三心二意就是做一件事的时候 不要做另外一件事 对 专心专意做一件事 再来一句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狐假虎威就是 意思是说 比如说有一个大老板 比如说我有一个老板 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嘛 我在他后背说一些 说一些话 我就觉得我也挺厉害嘛 你知道移情别恋是什么意思 移情别恋 这个我还没听过呀 我想说一件钟情 他想说一件别恋 移情别恋是吧 移情别恋 转移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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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 感情的情 别人的别 这些分开的话 我都懂得 要是在一起 我不能理解 移情别恋 就是他本来吧 他特喜欢我 他一见你吧 就喜欢你了 美乖了吧 这不就是花心吗 对呀 对呀 移情别恋 你今天长得是什么 为什么一直单身吗 移情别恋吗 他不断的移情别恋 这个在中国待了五年的时间 能够学得像安泽这样 没有外国英的中文 这很难 因为我英语 你看 其实说起来 差不多四十四十多年了 我们聊聊吧 试试看吧 试试看 嗨 高手 高手 说明我都能翻过来 但是我的英语 你帮我翻一下 哈喽 哈喽 你好 我确定是中国 有没有外国 然后呢 我还是不直行 湖北 西方 是 news吗 不是吗 湖北新闻就这一句是英语 其他的连我自己都听不懂 安德现在的职业是什么 现在就是 我主要是主持 唱歌 表演都有 主持人 然后当歌手吗 在唱歌啊 也唱歌 那先唱一段吧 Mountain top 要跟着一起来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安泽一位来自拉脱维亚的金发美女 她是一名出色的主持人 也是一名深得中国人喜欢的歌手 而节目录制这天 正巧是安泽二十五岁的生日 我不在意 你谁才对待 Ooo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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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就一起来 Mountain Down 就一起来 Mountain Down 就一起来 Mountain Down 就一起来 来来来 艾德请坐 谢谢 拉托维亚 离中国有多远 离中国其实相当远 坐飞机的话就是也没有直接到的飞机 我先到莫斯科飞九个小时 然后再飞一个半小时 所以一共十个半小时的距离 那么远啊 就是因为国家太小了 然后大的飞机就不能在那边捉迷 拉托维亚有多少人口 大概有 300万吧 那很小 300万吗 国家的面积才64000平方公里 太小了 就像中国的一个省一样的 就这样子 乐趣 因为今天他跟我说是您来 所以我就没有准备英文 我需要备课 我准备的是俄文 俄文 对 我俄语说的不错 我俄语说的不错 俄语说的俄语 俄语说的俄语 我们可以聊聊 你们那个前苏联有一首歌 在中国呢很流行 叫三套车 三套车 对 这个是就是我给很多学生 就是培养他们 就是 你能不能 好好好 唱一下吧 唱一下 对啊 就是 这 他有一个词对吗 最重要的 卡丘舍你会吗 卡丘舍你会吗 卡丘舍我会 你唱卡丘舍你也会 来啊 我们开始 那第三套 好 什么 那背 bueno その什么 卡丘舍 卡丘舍 你不是教很多国的学生吗 你怎么教这样 我就会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这种情况 就跟我这么觉得 低头都大的时候 发现你自己有语言天赋的 我应该是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可以直接学 学方向 我就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语言 然后学了法语 那时候是学了法语 然后就觉得其实挺喜欢的 然后一般那时候从法语 我就开始喜欢德语 然后就也自己开始 我的天啊 你学了多少语言呀 法语 德语 英语 拉脱尾亚语 俄语 汉语 但是那前面的法语和德语 现在说的不是很好 因为我还是把所有的努力都放在中文 因为中文就太难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文的 我大概是听说过的时候 已经很早就听说过 因为我觉得在你们那边华人应该很少吧 很少 就是可能只是大使馆里的人 然后在我们的大学教汉语的两位老师 然后可能现在还有加了一个空子学院 那边还有一两个 就还有做生意的也没多少 那就可能就不超过二十个吧 就是那个时候 根本找不着人聊 碰到一个中国人 你很高兴 对 我一直很开心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 跟我现在在中国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想跟他聊聊进去 但是我也又不好意思嘛 我就觉得怎么开始啊 就这样 就很着急 因为我觉得学中文 其实最初的时候开口是非常难的 因为它有四个音调 就会觉得很难 非常难 我刚刚开始我们上课一个半小时 然后就不断地得说 比如说你好或者你怎么样 这些 我这练了就这里特别疼 特别疼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学汉语 慢慢就放弃了 因为学一半学不下去了 我们那期05年的时候 就报名了75个人 毕业了14个人 那你是七公司一 应该是成绩最好的对不对 还行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语言语言 我特别喜欢 我就天天写字什么的 出生在拉脱维亚 一个普通家庭的安泽 从初中接触到汉语之后 就深深地爱上了 这门博大精深的语言 安泽深知 就自己的家境而言 要想走出国门 追求更大的发展 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那时候其实是想当翻译 第一个想法是当翻译 因为怎么说呢 在国外也是有这个唱歌的梦想 但是在那边可能就是 我稍微限制了一点 然后来了中国之后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突然就有这个机会了 我就觉得还是 毕竟全这个机会试一下 然后就不许再 可是安泽你想想 在你们国家只有三百万人 应该说你出来的几率是很大的 三百万分之一嘛 而中国你是十几亿分之一啊 也是啊 我不知道就什么 让我就那么喜欢上中国的 就真的特别喜欢 你在你的国家 是老百姓都知道你呢 还是不知道 我名气没那么大 就很一般很一般 可能只是在我们拉脱尔亚大学 就学中文系的人 就可能知道 其他人就还好吧 因为我其实 我们来有很多外国的朋友 在这儿我们也采访过很多 但是就中文能说到 你这个水平的的确不是很多 谢谢谢谢 因为你们这么夸我都连红了 没有就是第一次来中国是哪一年 07年 2007年 你怎么知道中国有比赛 那时候是汉女桥比赛 他先是在每一个国家 就举办那种预赛 那个时候跟你PK的人多吗 一百多个 我没有这个机会 我就可能永远来不了了 所以我就 我就 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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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时候学了才两年了 然后就觉得 拿到这个机会 真的好 好紧张 那你还是很幸运的 我觉得真的 运气不错 你一说到这一段 我觉得你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有一点点 一想起那时候真的是 第一次来中国 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离开家 那么远 然后我就一下子都这样 而且还有压力那么大 就一个人代表国家 我那时候去之前 就三个月都是 哪里都不去 就是在家里练 然后跟老师练 他就把我的演讲 给我录了一下 他录了他的声音 然后我按照他的声音背 那时候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他们提前给我们准备 四百多个问题 然后我看很多问题 我连他的汉字都看不明白 他的意思都不是很明白 我就是自己录了自己的声音 就是你不但要说 还才会看 就你现在可以阅读吗 可以 但也不一定 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 认识吗 声源 这个是 这个字不认识 这个 B声源 B声源 对 B就是绿色的意思 就绿色 B 还是有很多东西得学习 所以我说中文很难吗 2007年 在拉脱维亚 学习了两年中文的安泽 独自来到中国 参加汉语比赛 那一年 他还只有21岁 也正是这次比赛 改变了他的一生 21岁的我 喜时回到下 安时回到风 喜欢唱中文 英文和语的歌曲 跳街舞 刚才也去去玩 大高中时候 很坚强 归梦霞 坚弄 只有见到中文 会见到 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 安泽便不可自拔地 爱上了这个地方 多年后 安泽在中国收获爱情 而那一年 来中国参加比赛的经历 也让安泽终身难忘 当时在比赛现场 你会不会好紧张 是 我在后床的时候 我已经不行了 我都已经都这样子 关键是 你这比赛成绩怎么样啊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是怎么怎么走到那一步了 我就拿了第二了 我不知道 你拿第二啊 第一次比赛 激动吧 回去的时候 回了吗 还是就一直留中国了 那时候回去 那时候回去 因为我还没毕业 还得继续学习 给妈妈打电话 我说 她说那怎么样啊 那还好吧 那就回去 那回去没事 你就怎么样 我就说其实拿第二了 你就哇 她就在那边都是 声音都尖叫 就这种感觉 根本没想到 对 没想到 她更没想到 我也更没想到 就要做好 当时第一是谁啊 第一是一个 一位美国的男孩 他挺厉害的 他确实挺棒 他那时候都 他说了一半的 他的演讲 我都没听明白 再次来到中国 是哪一年 08年 那时候是08年 就是参加完比赛 就是他们给了机会 来北京学习两个月 于是这两个月之后 你决定留在这个国家 那时候我是已经 申请了中国政府奖学金 因为我觉得 这个机会也是很少 然后我就申请了 中国政府奖学金 孔子学院奖学金 欧洲的去中国学习的奖学金 因为那个竞争力 也是特别特别大 然后后来在北京的时候 我收到了那个邀请函 已经认可了 所以我直接留下来了 直接去长春学习 哎呦 所以就是一个拉脱维亚的姑娘 20岁就来到了中国 对 我觉得这个机会 所以我是特别地珍惜 你什么时候可以说到汉语 基本上让人听着像个中国人了 我这个应该是来了中国之后 再过了两年吧 因为那时候08年的时候来 我只是学中文 也没有那么多的中国朋友 所以我那时候找了一个舞蹈团队 然后在他们那边待着做作业 然后聊天 听听听听 就不断地听他们说什么 中文 然后跟他们出去吃饭 听他们怎么说 怎么买东西 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什么的 他们也特别特别好客 就是也愿意帮助我嘛 所以他们也帮了我不少 但是后来我觉得最大的 大的好的这种 让我的中文提高 就是开始学专业 开始读研究生 读研究生了 研究生什么专业啊 汉语 原本自学 谢谢 所以我觉得 就是由衷地佩服安泽 就是 你想想 我们在做这么多 中国人 中文是我们的母语 可能我们很多时候 都没有说 认真的去研究啊什么 没有 但是一个从遥远的 拉脱维亚来的女孩子 她就在研究中国的文字 所以我想考考你啊 我会考考你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看数字 猜成语 他没有三四 是跟成语有关 让他猜啊 丢三拉四 这很厉害啊 看数字 猜成语 七上八下 这很厉害啊 这个还行 这个看还行 来 下一个 胸有成竹吧 来 下一个 聪明 鸡毛蒜皮 来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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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跟漂亮有关系吧 对 成 成语落雁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 我是觉得就是 特别特别漂亮 都比漂亮还要漂亮 对对对对 就这意思啊 来我们看 下一个 哎呀 也是动物是吗 对 背 背 腰 对 你就看他 你看他 我的背 他的腰 我记得后面是熊 前面 哎 前面是 什么背 我想想什么背 哪一个背比较好 我们这个舞台 这字你认识吗 王 对 这有一个王字 啊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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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的太好了 谢谢 大家好厉害呀 王老师 对 这个刚才你说的 说过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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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技型还好 对啊 我发现这个技型好 很有关系 啊 这这这个我知道 这个这个是 铁公鸡 是吗 一毛 哎呀 你说这话呀 哈哈哈哈 这个也刚才我们聊过 嗯 三星二亿 哦 可以 但是也可以 一星一亿 一亿 对 我比较喜欢一星一亿 嗯 好 最后一个 光色 光色 呃 我想想 无 无光十色 是吧 哦 哇 太厉害了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应该说他背了很多诚语 对 也还好 我觉得 邪后语更难 邪后语更难 你会邪后语吗 我现在 现在知道的少 以前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的朋友就专门给我送了这么多书 你你记住了些后语能说一两个吗 呃 骑着驴看什么 什么 我忘了 走着桥什么那个走走着桥有一个 骑驴看让本走着桥 对 对 哎呦哎呦我都不知道 哎 哇你比我强啊 我这我都不知道 这个因为有的时候看一些中国电视剧就后后后后后后后半就就人比较常说走着桥 所以所以这个就记得比较快 反正挺难的 对 真的是挺难的 就是因为生活中可能人用的些后语比较少 嗯所以可能我今天记住了明天我又忘了因为用不着 但是你已经很棒了是不是啊 谢谢 谢谢 我觉得 我相信观众的掌声是非常由衷的 我想知道你这么棒中文说这么好 然后呢又会唱歌 然后又漂亮又年轻 你就没爱上一个像他这样的中国男人吗 我都结婚了已经 王老师没戏了 你已经结婚了 你结婚了你叫我来干嘛 我们还可以等大当了 你早说了结婚了 我费这么大劲 后面的后面的大姐们一起说没戏了 关键是你是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吗 对 那你现在是我们中国的儿媳 第二年我们中国人了 对 那还行 对 那还行 我们还可以当搭档啊 对吧 对 那你这个中国人是 是在平时走路上碰到的吗 我们是有共同的朋友 就是共同的跳舞的朋友 嗯 他就看到我了 然后就喜欢上你了 也那时候也不算是吧 他就在网上找到我了 然后问我是不是在那边锻炼 说是啊 那交个朋友吗 就这样 我就好吧 我就觉得 我就是会搭讪的中国男人 我就是那时候挺坏的 我觉得可以练练汉语嘛 然后就觉得开始聊起来了 聊起来了 然后就一起出去跟朋友们唱唱歌 吃吃饭 然后他就单独约我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 我们一起去吃烧烤 我特别喜欢吃烧烤 那时候是夏天 然后吃吃聊聊天 聊聊天 聊聊天 就不知道怎么就天亮了呢 聊到了一宿 真的都不知道聊什么了 在哪儿聊了一宿啊 那时候就是在长春 吃烧烤 在外面 因为那时候特别特别热 你找了一个长春小伙子呀 东北 东北的 他现在跟你在北京吗 还是 对 他其实为了我放弃了他那边的事业 来了北京发展 所以王老师你看看 这么优秀的女孩 你这些年等啥来着 可以去我的国家看看 我们的国家是女儿国啊 女的多男的少 但是我怕她们嫌我老 那也不一定啊 你有魅力啊 对吧 那也不一定啊 她们那儿也有50多的女的呀 是不是啊 一切都有可能 真的 你们看我都来到中国了 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缘分 说不定拉脱 在拉脱压 最后一个女孩等你呢 50多的我不要 我就想找60多的 也有 你想找60多的呀 后面有60多的吗 我不要 我要拉脱威亚的 欢迎欢迎 我要说话带嘶嘶音 好呀 我要跟她赶着骂车 绝对有 我天跑 我要跟她骑骂 骑骂舞 跳骑骂舞吗 你会吗 我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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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玩吗 我帮GONGNAMSTAR GONGNAMSTAR GONGNAMSTAR 还这样吗 他还要最好玩的这个了 王老师啊 王老师啊 你就这么跳了 你知不知道大屏幕后有个人呢 他老 他老 他老公啊 我不管是谁啊 我就是想问你啊 你能不能不接吧呀 不是他有本 有本事他出来 来有本事把大屏幕打开 谁怕谁啊 谁是 大屏幕打开 看有没有人 有人吗 有人吗 停 啊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 男的吧 大打声前面的男的女的 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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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女的我才不跟他打架呢 哈哈哈哈 来 掌声有请下一位嘉宾 你好 王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呦 哈哈哈哈 王老师 那个 您打个招呼 哈哈 那个什么 我刚才跟他是玩闹着玩的 不是不是真的 莫姐 您那个刚刚说的话我都没听见 什么都没听见 没听见 没听见 完全没有 这个我想先问一下啊 你先让王老师那什么意思啊 你是他老公吗 我们感情很好 哈哈哈哈 不会吧 您猜 我觉得不是 哈哈哈哈 我觉得不是 你 你你你 你还不嫁个老虎 还嫁个狮子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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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泽介绍一下 呃 这位是何亦我的搭档 我们是 海座天空组合 大家好 哦 就是 他真不是你老公 不是 不是 但是我们感情很好 哈哈哈哈 你认识他老公吗 认识 见过吗 见过 帅吗 帅 高吗 高 又高又帅 又高又帅 高到你不是他老公啊 那我这家 这真是 对不对啊 所以要把你们的那个组合的那首歌送给大家 好不好 爱 当你落泪坠入房间 我的心会为你打开 心痛思念 你不必知道 爱 所有的不舍都因为爱 若我们注定无爱 即便有一天该多观念 我也不稀罕 一些的道不一定会长久 一些失去未必未必未必不会再拥有 没有永远一生享受的爱情 或许转身还有未来 明明已错过你 但我还在想你曾经拥有 我要把你记在心里 何亦当红实力派歌手 在2013年1月19日晚 何亦登上星光大道舞台 近期年度总决赛十强 知名与水一家心 一家心 可以被称为新光大道2012年度人气王 他极具实力的唱功 和娴熟的音乐技巧 受到网友热烈追捧 在过去的一年里 何亦与安泽成立了海阔天空组合 对安泽的爱情故事 何亦又知道多少 安泽的中国老公 又是否会来到节目现场 给安泽送上生日祝福呢 何亦 你觉得安泽现在幸福吗 挺幸福的 他老公对他好吗 那天当晚洋溢的 这我都受不了 毕如说 就是跟他老公打电话腻歪了呀 他们都受不了 老公叫了媳妇 发背信啊什么的 亲爱的都四年多了 还是这样的 对 然后昨天我们去外头演出 然后昨天我们在香河 香河肉饼不是挺专业的吗 对 他们一直说 我说安泽你必须尝一下 香河的肉饼怎么怎么 我就给他一顿的介绍 我就想着他 结果人家说我给我老公打电话 结果 结果我说我晚上不能吃 我说我 但是给老公我带回来 我给他带雷达 终于 好到我心都碎了 你说 何亦你这每天你这受什么刺激呢 对呀 我觉得就是随肉饼去吧 关键是在我的印象中很多中国男人都不够浪漫 我倒觉得吧 他就是可能在很多人面前他是比较那种就是 端着的 男子汉什么的 但是我俩在一起还是挺浪漫的我觉得 比如说 他可能不是天天给你这种感觉 但是至少他关心你就发信息 天天发信息 而且挺浪漫的 像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我都已经睡着了 说明天就要骑得很早嘛 就就睡觉了 然后 就昨天晚上 对 昨天晚上 我会说差20分钟就那什么就就过生日了 哎 老了 那行 睡觉吧 然后睡觉 我突然收到了微信 我就我就拦着看一下 他就坐在我旁边就说 哎 老婆生日快乐 什么的发生什么 在采访过程中 王维念老师悄悄离开现场 因为我们得知 陆志这天是安泽25岁的生日 特意邀请他在这一天来参加陆志 特别希望他在大王小王 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 掌声有请 王维念老师 有请 我看一下男的女的 哎呦 啊 太棒了 哇 哇 祝你生日快乐 哇 还有小夕 谢谢大家 哦 真没想到哦 哎呦 你感觉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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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泽 稍等等 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 安泽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全场的观众 今天早上一来了 就在练习这一段 大家每个人都拿了小旗 我们特别希望 一个来自拉脱贝亚的女孩子 在我们这里感觉到 所有的中国人都很爱你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非常感谢 你们给我带来了 一个这么难忘的生日 谢谢你们 谢谢 我肯定是忘不了这一天了 这个二十 一 二 三 四 五岁 然后下面写一下 大王 小王 你是小王吧 大王 小王 祝安泽 生日快乐 来 我们全场一起说一下 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生日快乐 谢谢 我想此时此刻呢 其实最希望跟你在一起的 也许是我们 也许是我们之外的 另外一个男人 你觉得如果再出来一个人 会是谁呢 我还是难为我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想让谁从这儿出来呢 我就不知道 都出来 都出来 有谁出来 我都会开心 真的 我只能请出来一个人 是谁 好了 不开玩笑了 有请大屏幕后边的这位先生 我是好玩 我说 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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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着急 啥东西 后面有字 我的安泽宝贝 今天是你的生日 希望你快乐 我当时 想你的那位 爱你的人 一定很希望跟我们一起 和你度过这样一个 快乐的时光 时刻 但是他一定是因为忙来不了 于是我把 蛋糕盒子上面的 这个玫瑰花剪下来 代替你老公 谢谢 好感动 你就知道是他从那里头 走出来的 老婆 我来了 谢谢你了 你们变样了 变样了 谢谢 安泽 其实我们真的还是 一开始想请你的爸爸妈妈来的 然后我们也联系了航空公司 然后但是真的太紧张了 所以没有买到机票 但是我相信 这个我也懂 我也订机票 对 对 所以我就想 如果爸爸妈妈可以看到这个节目 你会不会跟他们说几句话 妈妈妈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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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Das 姐姐 我很 scaring 我认为你应该是在我身边,但是我认为你很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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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很高兴 我希望安泽真的很幸福,在中国感觉很高兴,如果爸爸妈妈来中国,欢迎你们一起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